Hello,大家好,我是坎西 那今天呢,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有十件我自己整理出来 在德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在中国可能很少 甚至不可能做到一些事情 我们赶紧进入视频吧 好的,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 在德国呢 其实在很多的欧洲国家 或者美国也好 他们的宠物狗呢 是可以就是带上地铁和公交车 也就是说 大部分的公共交通也好 哪怕是长途的飞机火车也好 宠物狗都是可以带上飞机的 而且每只狗呢都会有一个芯片 他们在欧盟里面会通用一个芯片 如果你丢了的话呢 是可以通过那个芯片 找到那个狗狗的信息的 如果有人找到你的狗的话 好,然后带狗上这个地铁也好 公交车也好 他们要考试 好,他们要在学校里面去培训 培训完之后呢 才可以就是坐地铁 不是说所有狗都可以坐地铁 好,这个考试呢不难 但是是强制性的考试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狗 不去参加考试 不去学校上课的话呢 是会被罚款的 而且养狗是要交税的在德国 所以说在德国养狗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但是呢在德国养狗是一个自由度比较高的 你可以带他到处去出国玩 然后坐公交车 坐地铁 然后都可以 好的,那第二个 第二个呢就是在德国 其实是不太可以就是带酒上地铁 但是呢在柏林 我见过的很多情况下 他们是可以在地铁上喝酒的 因为酒呢是在德国就是这样子的 它的地铁系统是没有这个安检的 所以酒呢是可以 你想带就带 完全是靠自觉 所以我经常看到德国人 很多人在地铁上喝酒 尤其是晚上在经过酒吧的那条线的时候 比方说有一个地铁线会经过这个一个酒吧 或者说一个闹市区 你会看见很多人带着这个酒 就在上面喝 白天呢甚至你如果上早班的时候呢 可以看见它的酒瓶子还在部分座位的底下 因为它的地铁呢在德国基本上是24小时开的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在中国好像没有任何地铁市 是24小时开的 但是在德国呢还有24小时开的这个地铁 好的 那第三个 第三个呢我要讲就是在德国呢 有部分的高速公路是不限速的 不限速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你可以想开多少就开多少 只要你能开得到 就是在 这是德国特有的一个法律 但是只限于部分的这些高速公路 市区肯定不行 那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如果大家想来德国的话呢 一定要就是体验下那条不限速的高速公路 好 第四点就是说在德国呢 其实这个其实也发生在美国 这是在欧美国家 采草坪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在中国呢都会看到请禁止践踏草坪 好 但是在欧美国家他们是鼓励去采草坪 好这个呢是一个大家可以去商议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背后的原因 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呢你在德国的草坪上面 会看到很多人在那边学习 或者说玩聊天 或者说就只是在那边休息 好 那第五个呢就是德国的这个守时的概念和中国不一样 中国的守时的概念是 其实德国人他们都说德国人守时 但是呢德国人哪怕这么守时的情况下 他跟中国或者说跟亚洲的守时的概念不一样 亚洲的守时的概念是 一般是约好八点钟 其实大家会七点四十五到 对吧 这是一个基本上可以接受的概念 但是德国如果你是约八点钟的话呢 基本上是八点零五分 八点零十分 他才会到 好 这个从上课就能看出来 在欧美国家上课 如果说这节课是九点钟开始上的话 很多学生到八点五十分才陆续有人进来 八点五十分之前教室可能就来了一两个 完全可能发生 但是在中国大学上课的话 如果是九点钟的课 可能八点半就已经有一些学生来了 好 等到八点五十分的时候都已经塞满了 都没有位置可以抢了 但是在我这边上课呢 八点五十分可能有好多空位 直到八点五十五分 五十六分才陆续有人进来 德国人准时 第六点就是拆礼物 这个呢真的就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了 在德国或者说其实在欧美国家也会有 他们拆礼物呢 是基本上当着朋友的面去拆礼物 当着大家的面去拆礼物 然后一个个分享自己收到的新礼物 我就跟德国人过过一次这个平安夜 他们呢都是把礼物呢 放在这个家里面准备的圣诞书上面 然后上面都会有名字 然后大家去取 然后全部拆开来 然后大家一起去分享 然后跟父母分享 跟朋友分享 自己收到是什么礼物 如果是朋友之间呢 比方说线下去送礼物呢 他们也是当面去拆 然后呢就是立马给你回馈 啊这个礼物他喜不喜欢 他怎么怎么样 好就这样子一个感觉 这个跟中国呢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 中国的话可能是大家会 呃 私底下去拆开来看看是什么样子的礼物 好 那第七个呢 就是这个裸体日光玉 好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东西 我把这个德语单词打在这边 你们去查一下 好 具体的呢 就是简单的 我来说就是说在某些区域 不是说所有区域 在某些特定的区域 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 大家呢 裸体 然后集体的裸体去做这个日光玉 好 第八个 第八个就是德国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习俗 这个习俗呢 就是说德国人喜欢盯着别人看 好 一开始呢 起初我以为我是外国人 好 我被他们盯着看 结果发现不是 他们就是喜欢盯着别人看 这是德国的一个特有的文化 而且越年纪大的人呢 就越有这个习惯 他们喜欢甚至在家去看外面的路人 比方说 他们很无聊 他们甚至都能记住 每天三点东到五点钟 这个时间段会有谁谁谁去来 会有谁谁谁会经过这条街 他们很清楚的 好 所以不要尝试去把他的 把自己的车尝试去停在别人家 甚至去只是倒车而已 他们会去骂你 你知道吗 因为他看着你 第九个 第九个呢 就是德国的马桶 德国有个很特别的马桶 大家可能不知道 因为马桶大家都坐过 对不对 但是德国有个很特别的马桶 长这个样子 那这个马桶为什么这么设气呢 就是他们以前设计马桶的时候呢 想检查自己的那个便便是否健康 他们就把这个马桶设计成这个样子 这样子呢 你每次呃便便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呃便便是否会是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好 这个呢 现在很多德国已经改掉了 但是还是会有 我去过一些饭店 他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马桶 我觉得很奇怪 好 好 最后一个点 最后一个点就是这个越狱这个点 好 在德国 越狱呢 就是怎么说 他们越狱之后如果被抓回来是不会加刑的 好 这个跟中国是不一样 因为德国觉得越狱是一个呃很自然的一个行为 这是人的一个本能 所以你如果越狱之后呢 被他们抓回来 你不会被加刑 且他们会自己反思一下自己的监狱的管控是否呃到位 然后监狱的这个设计是否合理 他们会自己去反思 不会去针对你的针对犯人去做一些其他额外的事情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10点 在德国做是很正常啊 或者说可以做 但是呢 在中国可能很少会有人这么做 或者说绝对不可以这么做的一些事情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的视频点一个呃 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